哈喽大家,我是May 我今天在芬蘭的首都哈爾辛基 它是歐亞大陸最北端的首都 哈爾辛基面向波羅的海 那它的面積呢 是台北市的三倍大 雖然說哈爾辛基 是全芬蘭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但是,它的人口密度 還是只有台北市的三分之一 現在在做 芬蘭咖啡 早餐吃燕麥 吃燕麥 剛剛已經在家裡吃完早餐 這是我的熱的芬蘭 才今天會帶我 由芬蘭的哈爾辛基 今天下雨 現在雨超大了 就算已經撐傘了,但是呢 我的腳還是都濕了 而且我今天穿一身白 現在在哈爾辛基大教堂的前面 在座場陣 你的教堂是白色的 所以哈爾辛基就是白 那以前的珠海 看到白色的這棟教堂 就知道 噢!哈爾辛基 很遠遠近了 那這棟教堂 它裡面的容量 一千塊塊的 它是由我的設計師設計 花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才完成 它是以白色的建築外 以外 綠色的圓頂 它的入口在側邊 現在我們在這裡 在祭壇中間 叫做白祭壇中間 祭壇中間有個小的十字架 旁邊兩根有鍍金的雕像 中間這一個畫是房內夫的畫作 中間這個白色的圓 是從十字架上以下的耶穌 它有一個1967年間的灌風琴 它有五十七點音響效果 教堂的地下室有一間咖啡廳 還有畫廊 教堂正前方有一個尚藝院廣場 這是赫爾辛基最古老的文教區 廣場的中央有一個俄羅斯堡 雅力三大二世的雕像 雕像呢 四周也有小的雕像 分別代表法律、官民、工作跟和平 這裡有一間赫爾辛基博物館 我現在在 烏斯佩辛基大教堂前面 前面有一條 橋叫做愛之橋 上面掛滿了愛情鎖 赫爾辛基的政府 有一個規定 就是可以在橋上掛鎖 有一些國家的政府 會為了安全起見 是禁止在橋上掛鎖 但是赫爾辛基政府 是支持這個行動的喔 這裡有一個很像腳踏車鎖的 我現在在烏斯堡斯基大教堂 這個教堂是北歐規模最大的 東正教教堂 它有紅色的外觀 綠色的堅塔 總共有12個綠色的堅塔 代表12個聖徒環繞耶穌的意象 烏斯堡斯基是源自於斯拉夫與安息的意思 所以是紀念 東正教安息日8月15日所建的 垃圾台好酷 它是一個洞一個洞 可以自己插蠟燭下去 頂端堅塔很像一顆洋蔥 從這裡看得到赫爾辛基大教堂的圓頂 這邊是赫爾辛基的集市廣場 這個黑色的建築是沙烏娜 這邊有人穿著泳衣 這一個是總統府 這個是最高法院 這個是瑞典駐芬蘭的大使館 然後有這個芬蘭國旗的是市政廳 這裡有很多小的攤販 在市集廣場的東側有一個紀念碑 它是赫爾辛基最古老的紀念碑 沙皇石 就是在1833年的時候 有一位俄國沙皇的皇后 造訪赫爾辛基 所以在1835年的時候 樹立了這個紀念碑 那這個紀念碑 它是紅色的花崗園 上面有一個普銅色鍍金的圓首 有一隻雙頭的老鷹 它是俄國的象徵 老鷹的胸口 有刻著芬蘭大公國的徽章 這廣場有很多吃的 還有座位區 我來吃吃看芬蘭的草莓 我第一次吃到迷你奇異果 它是甜的很酷耶 超大隻 這一個是分查赫爾辛基總部道的市場 它是赫爾辛基工業大學的校長設置的 它營業到現在已經有130年的律師了 它就在裡面找隔離湘姐姐 它是一個紅磚色的建築 這一個室內市場是這樣子一格一格的 第一間是最有名的最古老的 但是快完就關門了 現在才三點 它營業時間是十一點到四點 這裡有很多看起來貴貴的小品 這裡有好多種調味的鮭魚 我現在要來試最有名的鮭魚湯 因為赫爾辛基它在維度比較高的城市 所以天氣寒冷 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熱騰騰的湯品 海鮮算是赫爾辛基主要的主食 這個鮭魚湯很鮮很好喝耶 而且鮭魚給的很大塊 裡面還有馬鈴薯 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附麵包 就是單吃蠻鹹的 但這是好吃的 這一碗鮭魚湯要15.9歐元 吃很飽 我還沒有喝完就飽了 但是我的host喝完了還是沒飽 所以去買了小麵包 吃飽了這個公園走走 公園中間有一個詩人的雕像 它是芬蘭國歌的坐磁肘 漂亮的花 現在來這一間飯店的觀景台 爬上來了 但是今天天氣沒有很好 霧蒙蒙的 坐電梯到12樓 然後再爬一個樓梯上來 就可以看到了 鮭魚湯在那裡 那中間那一座不見了 這一棟綠笛的 這個是中央客棧 這個是赫爾辛基最大的百貨公司 旋轉樓梯 赫爾辛基的市場 前面這個是赫爾辛基送哥中央圖書館 這裡是入口 裡面有一個綠色的地標 很多人都下起 這裡有三滴雷赫爾基 這集出款超大的 它有自食室還有音樂室 錄音室 遊戲室 電腦室 自習室 超級的豐富 這裡都可以 很難聞 這裡還有這種吉他鋪 再來超市才買晚餐的食材 琳瑯滿目 到家了 我一喝完那個魚湯 肚子就開始一直嘎一直嘎一直嘎 然後我剛才就是落賽了 不知道是那個魚湯不新鮮 還是因為裡面有鮮奶油的關係 不舒服 晚餐就在家裡 自己煮 赫爾辛基第一天結束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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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歡迎新朋友 在 Finland 他們會來喝酒 沒有喝酒 當你來這裡 和健康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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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在芬兰的第二天 今天还是在下雨 我今天要撑着伞 在城市里面随便的晃晃 这里有一堆奇怪的建筑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前面这里是纳琳卡广场 现在要走去静默教堂 它就是静默教堂 圆筒形不对称的一个建筑 全部都是木质的超酷的 它是2012年 哈尔辛基会了一个 世界首都计划所设计的教堂 曾经有获得国际建筑奖 进去这个教堂门票要5欧 这个CAMPY是一个很大的百货公司 我现在来到岩石教堂 又叫做圣殿广场教堂 它的入口在这边 这是它的价目表 它这里有教堂的简介 它这里有好多那种卡 然后上面的图片 都很像长辈图会出现的 我刚刚买了门票 现在在岩石教堂里面 这个教堂是在1960到1961年 由TIMO跟TIMO两兄弟设计的 他们那时候赢得了建筑设计的大奖 这座教堂就在1969年的时候完工了 教堂的墙壁总共有5到9公尺高 是用巨石层层堆叠起来 超酷 里面用了130条不同长度的玻璃窗 去把它支撑起来 教堂的天花板有一个大圆顶 它是用了22公里的铜线所盘绕出来的 那圆顶的直径总共是24公尺 从教堂的顶部到地板是13公尺 走进来都可以感受到 他们当时候在雕刻那个岩石的痕迹 因为里面的岩石可能会有一些反射 让声音变得很好 所以这里很常用来举办音乐会 整个地板是用花钢岩跟混凝土造出来的 所有的座位都是用画木打造的 那一楼跟二楼加起来 总共可以容纳940人 现在外面在下雨 这里还有水流下来 它这里放了一个有四排琴剑的琴 好酷 上面有一个广风琴 旁边还有一架钢琴 我要去厕所 结果它的厕所在教堂的外面要走一百多公尺 还要密码 外面雨超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